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我脸上的有什么瑕疵 最明显的呢就是黑眼圈 而且我两边还会有泪沟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就是我现在脸上的痘痘痘印比较多 所以就需要一会儿集中的来遮瑕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的遮瑕第一步呢是先上粉底液 粉底液我会选择一款稍微轻薄一点的 因为后续你还要叠加很多比较厚重的遮瑕产品 所以底妆如果再厚重的话整个妆就太过于假面感了 这里我使用的是PF的健康粉底液 你可以在你瑕疵多的地方少放一点粉底液 因为后面我会在这里多放一些遮瑕嘛 上粉底液这一步呢我只要求它均匀一下我的肤色 并不要求它把我的瑕疵都遮掉 好了按照我的上妆习惯 上粉底液呢我会先画一下眉毛 所以现在让我先去画一下眉毛 像这样眉毛就已经画好了 为什么先画眉毛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就是遮瑕了 如果你眉毛有的地方没有画好的话 这一步呢你可以就是顺带 然后把那些刚才画错的地方给纠正过来 遮瑕部分我需要三件东西 一呢就是遮瑕膏 这里我用的是歌剧眉影的 二呢就是两把刷子 一种呢就是像这种比较短粗的毛比较扎实的 我用于遮痘印 还有呢就是一种扁平的这种刷子 这种刷子既能遮痘印也能遮黑眼圈 算是一个比较万能的刷子吧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用遮瑕膏的 因为大部分的遮瑕膏都是要比遮瑕液的遮瑕力度要高的 然后这里我用的歌剧眉影呢 它就是遮瑕力非常的高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干 所以像我一样的干皮同学 一定要在上妆之前做好保湿的工作 遮瑕第一步我会选择先用这个颜色 比较稍微深一点的桃色 来遮我的黑眼圈 遮黑眼圈呢 第一笔先画在黑眼圈稍靠下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从下到上一点一点的去画 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眼角暗沉的呢 也可以把眼角暗沉给遮掉 像用这种万能刷刷出来的呢 你几乎是看不到刷痕的 所以这里呢 你就不需要再用手去按压了 用手再按压呢 也是会降低它的遮瑕度的 其实像这样 我大部分的黑眼圈已经遮好了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侧勾 这就是我的肋勾 然后肋勾怎么遮呢 我会选择用 还是刚才这个桃色 跟这个浅一点的桃色 做一个融合 然后把刷子这样侧立起来 只画在有勾的地方 因为肋勾的形成呢 肯定是因为你这里的肉 它的分布的不太均匀 所以你如果把浅色 统一都涂在了所有上面 就是它的勾还是在的 你只有把这个浅色涂在它的勾里面 才可以在视觉上让类勾隐形 像这样 这里的类勾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这一块这道线啊 是我的卧残线 这个卧残线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给遮盖掉 所以大家就忽略掉 像这样子黑眼圈就基本上隐形了 接下来我会再把这边遮一遮 因为这边类勾不深嘛 所以比较好遮 接下来我们再拿出这种刷子 来刷一下痘印的地方 然后痘印呢 我主要就是用深色的桃色 如果你的痘印再深一点呢 还可以去沾去旁边这个 沾一点点就好 比如说这个痘印啊 我们就点在上面 看 是不是它就是稍微不那么明显 接下来呢 我们再一层一层叠加 看 这里就基本隐形了 就是对于上班通勤啊 或者上学的妹子来说 这种遮瑕程度 我觉得是已经够了 这种刷子的好处 就是它遮痘印非常的快 就直接稍微点一下 如果你觉得刚才上的遮瑕的颜色 跟你的粉底也不太均匀的话 你可以再拿出这个万能刷 然后去调一下你遮瑕盘的颜色 在你觉得肤色不均的边缘 然后来给它调色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触碰到刚刚我们遮瑕的地方 然后这里边缘呢 也向外去过渡一下 是不是跟刚才相比我脸上的瑕疵 已经没那么明显了 当然啦 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可能觉得我这里的颜色没有调匀 或者是哪里上的太厚 但是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本次遮瑕的最后一步 就是上散粉 虽然上散粉这个过程 可能会让你刚才遮瑕的遮瑕力 会有一点降低 因为毕竟它会摩擦到你刚刚遮瑕的部分 但是上散粉呢会让你整个妆面保持的非常的久 今天散粉呢我会选择用戴科的这一款散粉 很多人都很疑惑说 哎我也上散粉了呀 为什么我上散粉之后 持久力就不那么足呢 然后今天呢也来教大家一下 如何正确的上散粉 然后我会选择用一块 就是有棱角的 就不是圆形的一个 然后来占取它这上的散粉 然后来轻轻的按压 这个按压的过程呢 就是确保 它的散粉确实就已经吃到你的这个妆容里了 这样你觉得肤色不均的地方 然后通过上一层散粉之后 它又会变得自然一些 确保每一面都按压到了之后 我们再拿一把这种大刷子 把它的余粉扫掉 你们看其实这一步确实会让我的遮瑕力度降低的 用这种方式上散粉呢 比你直接用刷子这么直接扫一通 要定妆时间更久 然后定妆力要更强一些 相信我用这样方法遮瑕 然后再加上定妆之后 你这个脸基本上就可以持续一整天了 肯定有很多人说 我这种遮瑕方法出来的妆容很假面 或者是很厚重 或者是不日常 然后肯定有些人说了 我脸上下色特别多 但是我想要的一种又轻薄 这下力又好 然后还不厚重的一个妆容 对此呢我想说 我还想中彩票呢 以上呢就是关于我的这家方法的全部教程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多的弹幕 多的点赞 多的投币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这支频道 如果大家想知道 关于其他方面的化妆小技巧 或者一些化妆教程的话 也快点留言让我知道哦 我以后呢也会持续录制这种关于比较细节方面的技巧 还有教程的视频